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立的这一个品牌 可是我们来谈谈说当时的一个U Cup这个方案啊 你们的发想是怎么样的去发想产生这个品牌的呢 我们是先看到说就是大家蛮在喝饮料 然后大家在宿舍或是一些地方会丢弃非常多的垃圾 看到那个如山堆的垃圾 因为我们宿舍就是每天早上都会清垃圾 然后堆在门口就觉得哇里面超多饮料 就是我们喝的 然后开始去想说怎么去解决 然后那时候有开始在鼓励带自己的杯子 但是我会发现说就是很难坚持 如果说自己个人的方案啊 我再带一个一个永续的杯子 直接去装饮料 这样就是一个人力嘛 就是一个杯子的节省 对那后来发现说带是还能克服 就是记得带出门 可是要清洗就是真的蛮困难的 就觉得好像喝完了杯子就不知道哪 因为又要带回家 对还要慢慢就是回去才能洗 然后可能放太久就又不好洗 对所以为了解决这个困难才会发现的你们这个品牌嘛 对可是这个品牌的架构当时也不简单喔 我们来分享说当初这个品牌的一个架构一个循环的模式 我们是怎么要怎么执行它 我们那时候是现在校园看到像全餐厅他们的餐具 不锈钢都是重复用 然后可以就是店家借给你 然后你再拿去一个固定地方去滑 对 我们就想要用这样的模式 探控到杯子上 然后去建立Ucup这样子 是 然后希望让环保变成一件方便的事情 是 那可是因为他就会有 因为用环保杯这件事情 如果说一人做很好做 但是一群人做他就会有相关的里面的一些 费用成本循环啊 这些的相关细节 当时要执行这些是不是有遇到一些困难 最早的时候就是社团经费就比较有限 所以就是算活动或是一些尝试性质 然后后面开始去接触一些计划或是比赛 有经费进来之后就会开始去规划说 可能哪些是固定每个月要花的 哪些是一次性的资产性的支出购路这样子 去慢慢去学习经营公司 学习经营公司把他导入一个企业 怎么样去可以有一个现金回流的方式 所以等于是我们真正的执行的架构 反而是从去年开始的2013 就是开始跟联手通路有比较大规模的合作 跟联手通路 那我们当时的一个架构的方案方向是怎么去做呢 我们会切入通路 最主要还是因为政策要求 以前在做是示范性子 然后去年开始就是有一些业组通路是政府规定要带头先做的 然后我们是在那个情况下去跟业者去谈一些合作方式 然后慢慢去提升我们可能在清洗或是包装上的一些规格 让我们的整个模式可以去对调对方的评管 最后才顺利去导入对方的通路这样子 不过因为我们其实我觉得困难点还在于说 我们提供了 这杯子是有我们提供是吗 对有我们提供的 我们提供到这些可能连锁的店家 连锁通路 那我们提供这些杯子进去 那他们你要吸引的是店家也要投入相对的成本嘛 所以这个洽谈合作的方面就会有一些细节还有成本营运 的部分 然后我们可能还要负责这些杯子后续的回收清洗 这些是有我们自己负责 是 所以我们这块也是要跟店家谈条件 比如说他可能 像有些店家有通路 有通畅 他们可能会有 我们就送到一个定点他们去分到各门市去 他这样就可以清少一些物流费的台子 反过来说如果是我们要去每个门市去收 那可能相对这块的支出率就会比较高 是 所以我们就会把刚刚讲清洗物流 然后借杯的成本或是什么都算进去 分向给他看 然后看他哪一块要做调整 我们都可以去做配合 对 那我们来谈谈 我们可以让这个U Cup 这个永续外带杯的循环方案 持续落实的一个经营 你们坚持的一个经营方式里面是什么 想要在这里面落实的 我们希望让环保是一件轻松 然后生活中大家可以去落实的事情 是 我们U Cup的一个理念 是 所以最好是一个轻松省力 每个人都可以达到做环保这件事情 越做越喜欢 是 越做越喜欢 从一个杯子开始 未来可能可以扩大到其他类型的 环保型的杯具 或者是携带型的东西上面 那再来就是 我们现在的一个合作的通路 大概有哪些 像我们跟全联 然后OK超商 还有中油的来出咖啡都合作 那其他就是一些比较 就是 小的地方性的业者 地方性的品牌 医療业者这些相关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产品 以前是用现成的作品 对不对 就是用工厂的工模这样 是 那现在这个是我们自己开模 对我们自己针对清洗 还有物流上去做设计 调整设计 做出第一代自己的杯子 第一代自己的杯子 这个发想也有花很久的时间吗 因为我们就是 跟工厂去讨论 然后最后去 按照他们今天去摄影出 符合工厂 就是如果我们来打这个效果 会上去怎么做这样子 那这一代就是功能有道 那下一代可能是希望 再增加外观 或是一些消费者的体验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初步的 一个执行的一个 对就是功能性都有齐全 对对 然后其实我们的规格 也是特别挑过嘛 它的材质是PP 对是 是环保材质的部分 可以回收再质这样 这也符合我们自己的理念 那我们来谈谈说 创业这件事情啊 你在执行这个U-CUP的时候 过去是一个人谈环保 现在是找一群人谈环保 这其中是不是也给你很多的成就感 我觉得一定会 但是就是当这么多人都愿意一起来支持的时候 我觉得相对来说你的压力会开始出来 就以前可能觉得反正就是自己决定要不要做 对 现在可能你不做可能会很多人会觉得不方便 或者他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放弃 对不可以喊停 这至少是越便利越好 每个人都可以做 这是我们就是做到后面发现 就是当一群人来做的时候 会有更多的一个要去分心的压力 是 那我们来谈谈未来啊 我们在自己的一个长期营运的规划方向 我们有我们的现在着重的目标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像刚刚讲 我们去创造便利的一个使用流程 那我们下一阶段会去切捷运站 捷运站 现在就是 针对便利性的问题在提醒 像北部就是已经很发达 然后像台中跟高雄一次慢慢的 有固定的人在达成 然后每次开始去捷运站试点 让大家在借用上可以体验上更好 是 所以是为了这个体验跟服务便利性的 这个部分在做油化 因为这件事情会是 牵涉到消费者使用的习惯上面 那越便利当然对于他们愿意改使用环保杯的意愿会更高 对于我们自己品牌的经验是很棒的一个发想 再来呢我想要请丁丁来分享自己投入创业这件事情 你觉得如果再让你回头一致你要回去持续念森林还是要做创业 我觉得那我觉得应该是我念了森林才想要去做这个创业 所以其实森林是你的一个灵感来源当时的一个气蒙 然后就是会想要做环保相关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创业来说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样的经验是没有用的 就是可能各个方面不同阶段的一些经验到最后都可以被用到这个产品或是服务上 所以我觉得假设想要创业或是想要成为一个创业家 就是不用去刻意选择说我一定要在什么样的环境或是一定要读商业的科系这样子 你觉得不用 所以也不用在台大 对 我觉得不太急 就是有没有那个找到有兴趣做到底然后又是一个有需求的东西这样 所以听起来好像是对于你们来说反而是三个人有共同这样的兴趣 持续坚持才是帮助你们愿意在这边持续工作 对 我觉得有需求的东西就是能不能坚持到底 如果是没需求的事情就赶快转弯 赶快放弃喔 这也要懂得分析时事对不对 对 是 那如果给其他的年轻人也很想要创业啊 如果尝试性要怎么样去评估一个比较好做的创业的方向的建议 我觉得一个是说看有没有 因为我觉得满足需求可以有很多手段 比如说我今天在周末在家里就是想要去娱乐 我可以选择打电动 我也可以选择看电影 我这个需求可以被很多东西满足 所以可以先去看说有没有其他的 服务或是产品去满足这个需求 那这个需求是存在的 那我再去提我的一些创新的服务或是产品这样子 我觉得是非常理论性 但是可以提供给他们去好好的思考 需求性这件事情 然后用什么去取代 或是用什么方式加入你自己的元素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创业提点 今天很谢谢我们丁丁带来的创业故事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